40分 讲那个斗 它也没有兑现 它有同考 你也讲要尽快 假如真的不能够的话 你不要去宣传 这样就等于有一点欺骗人民 我对新政府的政策呢 可以对50分 如果那个 One Dream Malaysia 那个政策都继续 有撒下 那么人们都有受益 他们之后仍然发生给他的派人 所以当日的动作 我是许个360分 所以160分 ו否则所推动的政策 我们都仍然来进行 仍然能对待钱 我们就已经在热 complexity 它的价值是积金的价值 价值是积金的价值 它价值是积金的价值 它价值已经及到 以20的价值 我们已经有同价值 與20的价值 所以我给它出品 就是80分,例如GST已被退出,也感觉到市场很多的物价也开始有点稍微降价 现在是打一个50分,所以还不能看到很怎样的一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在大选前,西门有大硬的就是成人同好 那么应该在之后就一定要成人同好 穿白鞋跟黑鞋主要的还是在交易的性质为主要 怎么说呢,白鞋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白鞋比苏联孩子注意归生,负责任等等 坤索我给到你有60分以上,尤其里面都是有很专业的人士,很年轻有潮汐的承招 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将他当自己一个反对党,他应该当自己一个执政党 要解决我们人民的事情,你一路挖他的前朝的事情会使我们的 人们会产生那种好奇的宏观 OK啦,给60分啦 让我们华为好像二等公民一样 现在不要说种族的问题,尽量就是可以做得到所有种族的能够平衡 60分啦,许下弄员就应该要尽力的去旅行 而不是到现在才告诉我们那些难以落实的一些原点 60,至于经济就需要加强很大的力量,特别是GST跟SSD方面 确实不要因为政治因素,而把一些好的一些政策,比如GST推翻 重新用回这个SSD 10分啦,有一些新政策一直在改了,做成绩比较能治愈的 7分,可以答应了那些,还要时间去达成啦,所以还要时间去观察啦 我可以打100分的为我们人民的做东西,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些东西啦 8分,可以啊,但我喜欢的政府咯 喜欢的政府咯 一种也好嘛,有金额嘛,没有GST嘛 90,95,现在暂时还看不到有什么改变 90分啦,经济问题咯,因为现在很差嘛,市场也是很差嘛 所以希望那经济会拉高咯,这样子咯 谢谢大家